我的名字叫张慕平 是一位会计人员 我在这里服务了十年 我在这边的岗位就是 开始的时候是做征纪 就是好像病人来到的时候 括号咯 我们就负责卫病人征纪 看他们是看中医 西医 还是牙医咯 然后现在呢 现在因为做了久了咯 然后就去参与 就是做那个中医助理 然后有时呢 就中医 针区部那边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去帮忙 有针区的病人出征 本人是在内在那个中医第三年系 然后就是所谓的 共律三骑士 必先律七骑 然后这十年的磨练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拿到很多的经验 就是看到 看到种种的病人 有些病人 就是可能就是 他进来的时候 可能是做论语的 然后慢慢就是 可以慢慢的 一步一步这样子站起来 从外面的针区部那边 是走入病房 年纪慢慢的衰老 人可能就会身体有一些病症 有些就是走 开始的时候是走着 然后再过不久 就是可能就是 坐着轮椅来看诊 有些可能 看看一下就不见了 都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对对对 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希望以后 自己能就是 作为种医师 然后就是 不只在 种医师旁边 做一个小助理 能够替他们看诊 看病症 希望自己能在 大一的路上 走得更顺畅更遥远 能服务人群 为更多病人做出贡献 就好 在那边 就好 OK 优优独播剧 全面 用人 语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